联盟大事,场外风云,白话美直篮,一起聊个球,我是老白。 2月11日凌晨4点,交易截止日前,多只球队有大动作,有的为了补墙,有的为了腾空薪资空间,到修塞期补墙,有的只是为了摆烂囤积手轮签,按照时间顺序,我们对交易截止日前的所有交易进行一个汇总,终点交易进行解读分析一下, 例如哈登如愿加盟76人,快船送走伊巴卡省下3000万美人奢侈税,奇才拆队,博尔金吉斯告别独行侠,火箭方面也有斩获,唯独湖人两手空空,关于奇才和太阳,据名记上次的报道,奇才将后卫阿龙霍勒迪交易至太阳,得到一部分现金,关于奇才和黄蜂,据名记上次的最新报道,黄蜂得到哈雷尔,奇才得到弗农凯瑞和伊斯梅尔史密斯,此外,奇才还得到了 一个未来的次轮签,赛季至今,哈雷尔出战46次,场均出战24.3分钟,贡献14.1分6.7篮板2.1助攻,关于太阳和步行者,据著名记者外的报道,步行者将克雷格送到太阳,换来杰伦史密斯和一个次轮签,值得一提的是,克雷格曾在上赛季效力过太阳,出战32场常规赛,场均得到7.2分4.8篮板1助攻,他是太阳被取得好成绩的重要轮换球员之一, 关于猛龙,马次的二换三交易,据上次的报道,马次和猛龙达成二换三的交易,具体如下,猛龙得到,赛迪斯阳,德鲁尤班克斯,2022年次轮签来自活塞,马次得到,德拉基奇加2022年首轮签,随后,无为跟进报道,马次预计将与德拉基奇协商买断,一旦他成为自由球员,感兴趣的球队友,卢星霞,熊鹿,公牛,快船, 而在这笔交易中,猛龙的总薪金降至奢侈税起征限下375万美人,关于马次和绿山郡,上次报道,马次得到约时,里查德森,朗福德正一个受保护的2022年首轮签前40位保护,绿山郡得到德里扣怀特,此外,马次还获得了一个2028年首轮签互换资格,加上同猛龙的交易,马次在未来7年有9个首轮签, 不过球队的阵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德张泰姆勒更新设媒,并配文,啥玩意,哈哈,一觉醒来,发现队友全换了,换作谁都梦,关于快船,熊鹿等四方的交易,这笔四方交易的具体交易细节如下,国王得到,约是杰克逊加莱尔斯加迪文层左,霍赛得到,巴格力,熊鹿得到,伊巴卡加两个未来次轮签,快船得到,胡德和奥杰莱,快船在这笔交易中, 不仅获得了一个970万美元的交易特例,并少交3000万美元的奢侈税,看到这里,不得不佩服维斯特老爷子这操作,绝了,关于器材和独行侠,独行侠还是出手了,据上司和外的最新消息,器材将丁维迪,贝尔斯坦,未来次轮签交易到独行侠,换来波尔金吉斯,算上送走的A获勒迪,哈雷尔,器材这是要彻底大修啊,而独行侠也好赌了,送走了正在复苏的波尔金吉斯, 器材上演最后的疯狂,看起来他们要彻底放弃本赛季,或者说他们要尝试围绕比尔重建阵容,包括丁维迪,贝尔坦斯,阿龙霍勒迪,哈雷尔全被送走,而用器材随对记者摩尔的话说,随着比尔接受手术,实际上器材阵容中只有两个非卖品,球队绝对,核心比尔加球队认为的未来核心人选库兹马,本赛季波尔金吉斯为独行侠出战34场比赛,场均上场29.5分钟, 可以拿到19.2分加7.7篮板加1.7盖帽吗? 按照名记马克斯泰因的报道,在交易截止日最后一天,独行侠用了一整天时间为波尔金吉斯大合同寻找下家,他们为了腾出名额,还裁掉了摩西布朗,送走玻璃体制的波尔金吉斯可以理解, 可是换来的贝尔坦斯和丁维迪又是什么? 丁维迪本赛季场均只有12.6分加4.7篮板加5.8助攻,两项命中率仅为37.6%加31%,而且独行侠已经拥有东西齐加布伦森,丁维迪的存在价值真的不大。 然后火箭和绿军,火箭将泰斯送回绿队,从绿队得到施洛德和费尔南多等筹码,具体细节没有完全报道,火箭为了完成交易,准备裁掉奥古斯丁和布鲁克斯。 最后最重磅的一个交易,关于蓝网和76人的交易最终落定,蓝网送出哈登加米尔萨普,从76人得到本西蒙斯加小库里加装神加布圣,包护的2022手轮签加受保护的2027手轮签,用蓝网随对记者的话说, 两队在交易截止日前一刻都选择个让一步,显然,大家对于交易是比较迫切的,最初76人希望得到哈登加布朗加米尔斯,而蓝网也想吃下塞布尔,但是当两队各自降低标准时,交易很快达成,蓝网为何要送走哈登? 纽约时报记者布莱恩·六易斯说了这么一句话,哈登在赛季前拒绝了蓝网三年1.6亿美元的提前续约合同,蓝网很害怕哈登在惊吓跳出合同成为自由球员, 加盟76人,而最终搭乘交易的原因就是蓝网从某些渠道得知了,已经确定如果不交易,哈登确定会在金下跳出合同,以自由深加盟76人。 关于欧文加杜兰特加哈登的组合,一年多的合作时间,三人组一共打了16场比赛,赢得一个系列赛,到此结束。 实际上现在外界对于哈登的质疑声已经达到顶点,纽约每日新闻专栏记者邦迪直接抨击哈登。 哈登害怕公众的强烈反对,所以他甚至不敢公开申请交易,而是选择秘密渠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。 别讲了做法,该叫照镜子了,从没带队打经过总决赛,保罗不想和你一起打球,也许问题出在你身上。 而Stat Music也列出,最近四年,哈登先后和四位超级巨星分手,保罗、威少、欧文、杜兰特。 此外,根据名记扎拉尼亚报道确认,蓝网非常希望得到塞波尔,但是76人不舍得给,所以他们宁愿拿出两个手轮签。 根据名记海耶斯透露,本西蒙斯表态他喜欢这笔交易,而且他和杜兰特有过交流。 用消息人士的话说,现在本西蒙斯和杜兰特处在同一条战线上,而谢波尔本报道确认,本西蒙斯将继续和自己治疗师合作,为在布鲁克林打比赛做好准备。 本西蒙斯对于这一次交易感到非常兴奋,他迫切希望和杜兰特以及欧文合作。 根据本西蒙斯经纪人李奇保罗确认,本西蒙斯他希望本赛季能够付出,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他重回赛场。 此外,文德·霍斯特透露,蓝网方面之所以选择得到装神。 是因为他们正在考虑交易克拉克斯顿,而这笔交易毫无疑问,76人方面是最大赢家。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,哈登将执行下赛季473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,这也意味着他在今下不会进入自由市场。 此外76人的首发阵容出炉,哈登加马克西加塞布尔加哈里斯加恩比德,这套阵容堪称完美。 马克西的冲击力,塞布尔的防守前置能力,哈里斯的攻防稳定性。 恩比德和哈登带队,至少现在76人的场上阵容已经没有短板。 如果真要找76人的部族,也许劳里夫斯是唯一隐患,希望哈登能够如愿以偿吧。 最怕在自己认真的时候,遇到心不在焉的搭档,如今告别拦网,重新出发。 最后胡人这边,NBA交易截止日最后一刻,胡人依旧没有任何动态。 用胡人随对记者奥拉姆的话说,胡人管理层在交易截止日前做了非常多的努力,但是无法达成任何交易。 此外,奥拉姆直言,尽管有来自教练组成员的一些压力,但是胡人从未在交易微少的谈判中取得进展。 这使得佩林卡的交易空间只能在交易市场边缘徘徊。 明记温德霍斯特报道确认,胡人曾尝试用魏少加霍顿塔克加27年首轮签换沃尔加伍德,但没有成功。 此后胡人将小塔克问变全联盟,身处还问价朦胧的德拉基奇,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答复。 当然,按照器材随对记者的说法,胡人有机会用小塔克加首轮签换丁威迪,但是被独行侠捷足先登, 用波尔金集资换到丁威迪加贝尔坦斯。 此前SNY消息员确认,关于猛龙、尼克斯、胡人的三方交易方案, 胡人拿出小塔克加首轮签换雷迪神加伯克斯的交易,最终失败。 虽然胡人迫切希望得到雷迪神,但是三方似乎都不太满意对应的筹码, 直到交易截至日临近,也没有任何进展,最终交易失败。 此外,胡人曾尝试交易得到魔术的特伦斯·罗斯,但是魔术想要至少一个首轮签或者两个次轮签, 他们对于胡人的塔克并不是特别感兴趣,本赛季罗斯场就拿到10.9分加2.6篮板加2主攻,最终交易失败。 而胡人随对记者奥拉姆托鲁,胡人曾经想将施罗德喊回来, 毕竟施罗德上赛季曾在胡人效力,但是胡人内部有些球员对施罗德的回归持反对意见。 此外最重要的是,绿队的要价是荒谬的,胡人只能无辜而返。 可以说胡人在这个交易截止日前的表现,是彻头彻尾的失败。 用老瞻运用记者麦克·梅纳明的话说,2018年,骑士在交易截止日前大刀阔斧交易6名球员, 彻底改变了球队阵容,让骑士得以重返总决赛。 但是现在胡人可没有骑士那样的条件,因为那时候骑士拥有很多500万到1600万级别的中档合同, 而现在胡人除了三巨头,小塔克,一直没有打球的纳恩之外,其他人都是底心。 小塔克和纳恩无人问津,魏少又无法送出去,底心没有任何交易诱惑力。 按照火箭随对记者费根的话说,实际上火箭一直在等待胡人的电话, 火箭方面只希望沃尔换来魏少加首轮签,只要胡人来电话, 火箭根本不会还价,因为这笔交易太简单了。 火箭知道这个时候全联盟只有自己能吃下魏少的合同, 而胡人方面没有任何动静, 胡人希望得到伍德,希望在交易中加入小塔克, 火箭方面并不愿意满足胡人,所以双方不欢而散, 魏少塔克成功留队,胡人却两手空空, 根据麦克梅纳明的说法,胡人现在阵容为完整的15人名单, 即便他们想在买断市场有所收获, 他们也需要先裁掉现有球员, 可是自由市场上真的有那么多优质球员等待胡人挑选吗?